昔日的黑帮大佬如今沦落成了阶下囚 艾文跟往常一般 一个人在角落狼吞虎咽 吞着吞着 他感到胃里一阵脚痛 当场呕出了二两血 不是吧 这东西这么难吃还有人下毒 医护人员第一时间给他开辟了绿色通道 将艾文送上了救护车 毕竟是个重刑犯 一路上警车开到 确保万无一失 艾文还在不停地咳血 就在此时 一辆灰色跑车猛大方向盘 拦住了救护车的驱路 紧接着又有一辆黑色的SUV 用力撞了上来 这撞击力度 大到将救护车推向了铁轨 眼看着火车离他们越来越近 救护员不顾自身安危 手忙脚乱解开了艾文的捆绑 撞击过后 艾文如同浴火重生的凤凰 他转身拿起救护员的配枪 和护送的警员展开了枪战 以最快的速度逃离了现场 等何时文讯赶到 救护员已经奄奄一息 若不是为了惊艾文 他本可以逃命的 有时候他有职业操守 未必是一件好事 他将自己的家人托付给了和书 随即嫁和西去 其实我觉得还可以再抢救一下 现场一片狼藉 和书推测 艾文中毒是假 越狱才是真 当时的肇事车一共有两辆 其中的黑色SUV 被歹徒丢弃在了现场 而那辆拦路的灰色跑车下落不明 监控拍下了车子的部分车牌号 不过有一点不是很理解 既然对方想把艾文越狱 为什么要把救护车撞向铁轨 难道不怕艾文一起被火车碾死吗 不管如何 这个欧国黑帮三天两头出来闹事 已经让和书忍无可忍 他首先来到了黑帮掌管的酒吧 这个男人姓白 绰号白眼狼 是组织的二把手 艾文入狱之后 整个帮派都是他说了算 白眼狼当然否认自己策划越狱 说吧 就和一旁的耶利娜交换起了口水 耶利娜对和书的意见挺大 这叫什么 这叫袭警 于是耶利娜如愿以偿 被警方带走了 白眼狼无可奈何 谁让自己的女人不着脑子呢 他警告和书 赢的时代结束了 早晚有一天 妈咪由我说了算 话说整个妈咪 只有黑帮不知道耶利娜 是和书的弟媳妇 自从丈夫死后 耶利娜为了和书鞠躬尽摧 甚至混进黑帮当起了卧底 耶利娜并不知戴艾文的下落 不过据可靠献报 三天前 警方收缴了他们一批走私来的军火 这帮俄国人整天想着 该怎么把军火抢回来 和书交给耶利娜一个GPS的定位器 让他潜伏回去 再谈 再报 警方根据车牌号 找到了灰色跑车的主人 他叫做格林 是个房产经纪 格林却说 昨天有人拿着枪顶着他的脑袋 把他的跑车抢了 他还为子报了警呢 这么说来 格林就是一个 被抢了车的受害者罢了 肇事司机不是他 当时艾文逃生之后 曾与对面的警方展开了枪战 可弹道显示 当时朝艾文开枪的 不知警官一个人 既然想帮艾文越狱 又为什么会向着他开枪呢 原来警方一直调查错了方向 那些俄国人压根就没想救他 而是奔着杀他来的 看起来对方很匆忙的样子 匆忙到连车上的石鞭马 都没有处理干净 于是警方寻着石鞭马 找到了SUV的驾驶员土土 是他将救护车撞向了铁轨 弗兰克大叔威胁他 要是不说实话 就把图图跟一群猛男大汉关在一起 每天疯狂地蹂躏他 图图害怕了 他说艾文三天前在牢里 策划了一起军火走私案 结果因为判断失误 他们的人被抓了 军火也被警方收缴了 组织觉得艾文老了 不中用了 便想着除掉他 他们先是在艾文的食物里下了毒鼠墙 机量不多 正好能让他坐救护车出狱 这帮俄国人的脑回路很奇怪 他们觉得只有在外面杀人 才能杀一井板 否则没有什么威慑力 哪知道艾文的战斗力这么强 硬是扛过了剧毒 车祸和枪战 全身而退 卡姐在查看监控的时候 发现艾瑞克的父亲 居然就坐在那辆灰色的跑车里 哦吼 未来公公怎么也卷了进来 卡姐希望艾瑞克能够答应孽亲 把他不省心的老爹带回来问个究竟 虽说艾瑞克跟父亲见面很少 不过感情倒是很深 他不相信父亲会跟那群王八蛋同流合污 与此同时 艾瑞娜照着和书的意思 继续在黑帮卧底 白眼狼在她的身上嗅了嗅 嗯 怎么一股调子的味道 他已经为艾瑞娜挖好了墓地 白眼狼办事很谨慎 凡是经过橘子的人 都有可能成为警方的卧底 不过他很欣赏艾瑞娜的办事能力 于是给她两个选择 青天日落之前 艾瑞娜要么把艾文的尸体埋进去 要么就自己躺进去 画面转到警局 实验室化验了艾文的食物 根据艾文的中毒剂量 她可能活不了几个小时了 艾文劫持了一名女医生 强迫人家治疗自己 毒鼠枪已经破坏了她的凝血功能 让艾文七孔流血 不多久 她就把医生给放了 女医生第一时间报了警 她说艾文的病情很严重 于是给了艾文一瓶维生素K 能够暂时抑制住毒性 艾文临走前 留下了一些带血的绷带 绷带上有全球俱乐部的logo 这家俱乐部也是黑棒的大本营 看了艾文越狱之后 曾来过这里 她的小弟告诉何叔 艾文想与她见一面 但条件是何叔必须要一个人 见面地点在水上公园 这里是东巴达 人来人往 非常适合掩护 艾文通过对讲机告诉何叔 自己入狱的这段日子 白眼狼将她的大佬位置夺了去 还想杀了自己 她请求何叔 替自己扳倒那个王八蛋 可何叔现在只想把艾文 先带回去治疗 不能亲手杀了白眼狼 艾文宁愿去死 于是两个人谈崩了 艾文跑了 画面转到艾瑞克 她找到了老父亲 质问她为什么会出现在凶案现场 老父亲悉数的毛发在风中凌乱 她承认迫于黑帮的压力 参与了暗杀艾文的行动 不过她并不是司机 她什么都没做 要我说编剧就是瞎写 前几期还说老爸是个黑帮大佬 现在他又摇身一变 成了黑帮的小楼落 卡姐接到了一宗匿名的举报电话 对方告知了那辆灰色跑车的下落 于是警方毫不费力 就找到了这辆车 卡姐觉得这通电话来得蹊跷 搞不好就是艾瑞克的父亲打来的 于是他质问艾瑞克 是不是寻思舞弊 包庇自己的父亲 这是两个人恋爱以来的第一次争吵 话说你们俩都有个不省心的爹 相互包容下了 小狼为这对情侣操碎了心 她想到何时老来着 想着自己入行这么多年 还是个单身狗 又赶紧把嘴给闭上了 眼归正传 卡姐在这辆跑车上发现了一张 今早的ATM机取款单据 可是先前车主格林还说 这辆车早在昨天就被黑帮抢走了 但据上是他的名字 银行的监控录像已经坐视了格林 也是俄国黑帮的一员 我就说他看上去这么强壮 一点都不像是本地人 这帮俄国人有个共同点 那就是嘴硬加上无脑 格林宁愿坐牢也不说实话 不过耶利娜却在此时打来了电话 她看到白眼狼带着人 去了一家体育用品店 不知道他们在策划什么 随后就挂断了电话 然而小狼并没有找到耶利娜 口中所说的体育用品店 这意味着耶利娜的卧底身份 已经彻底暴露 白眼狼故意给了耶利娜假信息 吸引警方的火力 使得带人去港口 抢劫那批被警方收缴的军火 CSI小手带着为数孤独的警方 与他们展开了火拼 不同于维加斯 迈阿密的CSI都是警察 各个枪法了得 小狼和卡捷一枪一个小朋友 就在此时 一辆银色的奥迪从敌方的阵营使来 试图突围出去 卡捷上去救这一枪 等他打中后才看清 对方居然是艾瑞克 我活 回去就等着分手吧你 枪战结束之后 双方都死伤惨重 对方少说抢走了上百间自动武器 卡捷看得很清楚 当时艾瑞克的糟心父亲也在车里 或许艾瑞克是专程赶来救父亲的 最让卡捷不安的是 他刚才打中了艾瑞克 和舒非常担心耶利娜的安全 他的卧底身份已经彻底暴露 还记得先前和舒送给他的定位器吗 上面有个紧急按钮 耶利娜启动了按钮 向和舒发来了最后的求助 和舒当即循着定位 来到了白眼狼的酒吧里 定位器还在工作 可耶利娜却已经不知所踪 和舒身边的女人都被他磕得差不多了 耶利娜你可要挺住啊 只见白眼狼满身是血 趴在地上奄奄一息 白眼狼说 他刚才想在这里把耶利娜给解决了 不行艾瑞克却在这时候出现了 之后从背后偷袭了自己 他咒骂白眼狼忘恩负义 夺了他的权 还想要了他的命 艾瑞克却将白眼狼折磨得奄奄一息 给他留下了最后一颗子弹 随后带着耶利娜离开了 一二把手自相残杀 都不用万人插手 他们自己就把自己的帮派给灭了 白眼狼伤得很严重 活不了多久了 此时此刻 他只想要一个痛快 和舒便把枪还给了他 还以为之后多牛叉呢 搞了半天 就一心狠手拉的废物 艾文大势已去 他知道只要带着耶利娜 就能成功离开曼阿密 和舒却将他堵在了停车场 他一枪干死了艾文唯一的手下 艾文驾车 撞上了解速道次 他就像眉头的苍蝇 胁迫耶利娜下车跟他一起走 这是他最后一次被何阿飘吓倒 他就是一个不住流的坏蛋 却妄想跟和舒争夺 曼阿密之王的位置 活着的时候干不过B王河 就连死了也玩不过和阿飘 和舒主打的就是一个行走阴阳界 艾文的危机解除了 可中枪的艾瑞克一直到现在都下落不明 警方出动了直升机 终于在湿地发现了艾瑞克 出逃时驾驶的银丝奥迪 只见他的老父亲晕倒在副驾上 卡剑那一枪打得着实不轻 艾瑞克蹭的老父亲满身都是血 老父亲说 那帮俄罗斯人胁迫自己 一起参与抢劫军火 艾瑞克想办法把老父亲弄了出来 恰好遇上了警匪火拼 艾瑞克伤势严重 奄奄一息 终于连人带车扎进了湿地 老父亲不知道艾瑞克哪去了 这么大的一片湿地 时常有鳄鱼出没 这个黑幼状不会为了鳄鱼吧 艾瑞克满身的剑字肉 不好消化喂 到此 CSMI第七集结束 坦白说 老爷子的人设真的挺让人失望的 在第七集第十集中 他被塑造成了一个 不能被提进名字的俄罗斯大佬 到了第十六集 他就摇身一变 成了被美国人抛弃的CIA妻子 为了保命 才不得不加入俄国人的阵营 成了一个小喽啰 一把年纪了 还要任人摆布 最后还把儿子拖下水 老爷子的扮演者是 克罗地亚演员 拉德·舍伯德兹佳 他是艺术学院的表演教授 也是圈子里公认的演技派 因在各种好莱坞大片中客串而闻名 像是《巨风营救2》中的 头号大反盘穆拉德 暴雨将至中 非常有艺术气息的摄影师 亚历山大 200年 他在《哈利波特与死亡生气》上中 实验著名的魔杖制造者 格里格维奇 他因为对老魔杖的了解 而成为伏地魔的目标 最终残死在了伏地魔的手下 这届是老爷子 最后一次出演CSI系列 那么上众戴瑞克 到底上哪去了 他是否会因此下线 我是可乐 感谢您的收看 明天同一时间 CSI妈咪第八季 我们不见不散